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轴承座底座的三维模型,生成轴承座底座的工程图。 本课程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定义零件的材料,并把材料的属性,自动填写到工程图的标题栏。 学习,怎么修改,重量属性的小数点位数。 学习在工程图里创建图层,并进行图层的分类管理。 学习,进行工程图的样式管理。 创建图层和样式管理,是制作工程图母版的重要内容。 学习怎么去创建。 标准的定向式图和弦抠式图。 学习怎么进行尺寸标注和编写文字技术要求。 打开轴承座Z3门键。 进入零件属性。 切换到物理页面。 打开材料属性。 选拨材料。 更新物理属性。 进入2D工程图图。 进入2D工程图。 使用A3国标机械工程图母版。 打开图层。 新建图层。 命名为技术要求。 颜色。 设置为红色。 新建图层。 命名为视图。 新建图层。 命名为标注。 颜色。 设置为暗蓝色。 设置线宽。 设置线宽。 拾取图层。 图层的类别指定为 工程图。 打开样式管理器。 设置纹字属性。 文字归属到技术要求图层。 文字颜色随层。 线宽随层。 设置线性标注属性。 线性标注归属到标注图层。 线性标注的延伸线。 颜色随层。 线性标注的线和箭头。 颜色随层。 线性标注的文字。 颜色随层。 设置角度标注属性。 角度标注归属到标注图层。 角度标注的延伸线。 颜色随层。 角度标注的线和箭头。 颜色随层。 角度标注的文字颜色随层。 设置半径标注和直径标注属性。 半径标注和直径标注归属到标注图层。 半径标注和直径标注的延伸线颜色随层。 半径标注和直径标注的线和箭头颜色随层。 半径标注和直径标注的文字颜色随层。 当前图层。 切换到视图图层。 创建标准视图。 拾取底座零件。 投影顶视图。 投影比例为1比1。 确定投影位置。 双击视图。 打开视图属性。 关闭显示消引线。 消引线被隐藏。 双击视图。 打开视图属性。 切换到线条页面。 拾取切线。 忽略线形。 相切线不再显示。 使用权Po视图。 拾取基础视图。 捕捉终点。 捕捕捉另一侧的终点。 确定视图摆放位置。 生成权Po视图。 拾取视图。 拾取视图。 在右键菜单下进入视图属性。 切换到线条页面。 拾取切线。 忽略线形。 相切线不再显示。 相切线不再显示。 使用权Po视图。 拾取基础视图。 捕捉原心。 另一个点在垂直方向。 确定视图摆放位置。 生成权Po视图。 双击视图。 打开视图属性。 切换到线条页面。 拾取切线。 拾取切线。 忽略线形。 相切线不再显示。 双击视图。 打开视图属性。 切换到标签页面。 标签设设置在视图上方。 调整标签在视图上方的位置。 创建标签在视图上方。 创建标准视图。 创建标准视图。 选择等轴测视图。 调整缩放比例为1比2。 关闭显示消影线。 确定视图摆放位置。 使用放大。 框选放大区域。 标题栏重量信息。 小数点位数过多。 拾取标题栏节点。 编辑标题栏。 双击重量的属性文字。 进入文字编辑器。 在重量属性后面加入百分号。 再输入0.1。 0.1的作用是保留小数点后的一位数字。 在文字最后可以自定义单位。 退出标题栏编辑。 可以看到。 重量信息只保留了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使用放大。 区选放大区域。 使用半径和直径标注。 类型为引线半径标注。 进行半径标注。 中键确认。 双击中键重复上一个命令。 重复进行半径标注。 使用快速标注。 重复进行标注。 双击中键重复进行半径标注。 双击标注。 进入标注编辑器。 在标注前加上4。 杠。 5。 使用快速标注。 使用角度标注。 类型为两曲线角度标注。 使用快速标注。 使用快速标注。 移动标注。 移动标注。 移动标签到合适位置。 移动标签到合适位置。 使用快速标注。 标注。 移动标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使用半径和直径标注 进行半径标注 使用文字 输入文字 确定文字摆放位置 文字和标注一样 涂层和颜色都随层 恭喜你完成本课程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